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的传教是与政治仅仅相关 传教是监官员 所以荷兰人离台后 基督教也跟着消失 1684年满清占领台湾后 抗西医皇帝曾命天主教耶稣会的西洋教师 到全国测会地图 叫做黄语全然图 当时有四位教师被派到台湾 于1714年完成台湾部分子黄语全然图 19世纪中台湾开放后 最早来台传教的是从西班牙殖民地吕宋过来 隶属天主教道明会的三英式神父 他又名郭德纲神父 1859年5月 他自打狗登陆 一开始传教很不顺利 被当地人控告 遭官方逮捕 被送到台南支府监狱 出役后 在打狗的前金庄传教 满清政府不断对他施压 禁止把土地或房屋出租 或出售给这位西洋传教师 历经波折之后 禁令才被取消 郭德纲神父 于1860年建造台湾第一座教堂与打狗 次年1861年 他进入屏东万轮乡赤山地区 传教于当地原住民 1869年 建造与万轮乡之万金圣母殿 是台湾现存最早的天主教堂 郭德纲神父也曾尝试往哥马兰基隆传教 但因成效不大 故而作罢 1869年 他奉命离开台湾 十年在辛苦经营的传教事业 为后继传教师打下坚实的基础 另一个对台湾具有深厚影响的教派 就是基督教长老教会 而最早来台的是 英国苏格兰长老教会的 玛雅各博士 他辞掉英国博明汉医院 优厚薪水的职位 1865年 三十岁的他 以传教士兼医生的双重身份来到台湾 在台南府城西门外 跨塞街租屋 开设了台湾第一所西医诊所 传道方式以行医为主 传教为辅 但开始不久就遭到排挤 并有遥远说他去人心肝 挖人眼睛去制药 导致当地人的暴动 拆掉他的医馆 与传教所 称为跨塞街事件 马医生不得已牵制 有英国领事馆保护的打狗旗后 继续预疗与传教的事工 行医后受到该地人士放营 1868年 幼稚旗后迁回府城台南 开设教会与医馆 医馆俗称旧楼医院 1871年 马亚各在台任满 接同妻子返回英国 马亚各于1921年去世 1900年 旧楼医院 搬至新建造的建筑 取名新楼医院 1901年 28岁自马亚各医生辞职 马亚各二世也是医生 继承父子来到台湾 终生在他父亲36年前 所创办的医院行医 他与当父事的妻子 共同投入医疗工作 经常带助手 药品 做反导巡回医疗间传道 以现代化医疗设备 及对病人的亲和力 广受到保守的台湾社会所接受 马亚各二世于1951年过世 继马亚各之后 由甘维林 巴克里 于劳里等传教士 来南台湾传教 甘维林 苏格兰人 由英国长老教会 选派来台湾宣教 于1870年底抵达打狗 先前往嘉义南方的白水溪 设立教堂 1875年发生了白水溪事件 教堂招人烧毁 他脱陷逃入山中长逸 幸免遇难 后来以台南府城为中心 拓展传教工作 甘维林 又年有眼睛差点瞎掉的经验 使他对弱势者有特别关怀之心 他于1891年 在台南设立台湾第一所芒芽学校 叫迅古堂 1913年编著厦门银新字典 俗称甘字典 字数达一万五千字 至今已发行十五版 是研究台语之宝 此外甘维林对台湾历史 有极深入的研究与贡献 尤其是荷兰在台史料的 编译与收集工作 其中以1889年的台湾宣教之成功 和1903年在伦敦出版的 荷兰统治下的台湾最为珍贵 甘维林牧师 亲笔记录前后44年间 在台的宣教事工 以及他在台湾的所见所闻和感触 他千里跋涉 翻山越岭 深入台湾内山地带 亲身接触不为人知的 平补族和高山原住民世界 他也经历1874年 日经习台的牡丹社事件 1884、85年 法军封守北台湾 1895年 日经登陆台湾的攻防战 详细观察 记载战斧下的台湾社会种种 体验着19世纪末叶到20世纪初期的台湾社会风貌 甘维林牧师在台湾工作46年 于1917年2月21日飞英国 1921年在故乡别市 巴克里牧师 于1874年12月 由英国抵达厦门学习闽南语 半年后在打狗上路 占据其后 后迁居台南 巴克里牧师是最为热心推动白话智者 1880年 英国长老会 卷证台湾一架罗马制印刷机 巴克里牧师于隔年回英国 特别到一家印刷公司 学习简制和排版方法 以便回台得以运用 巴克里回到台湾时 看见印刷机人为装置 立即设法专配起来 于1884年开始印刷 视为台湾印刷业的起源 在巴克里主持下 台湾府城汇报第一号 于1885年7月正式问世 这一份教会报纸 可能是东南亚最早 也是持续最久的教会报刊 目前已发展为周刊 称为台湾教会公报 至今已发行了三千多起 1895年马关条约 清廷割让台湾给日本 台民不服而反抗 10月日军抵达台南城外 但正守台南的刘永福将军 却逃之夭夭 城内真空 市民极度恐慌 城中身上恳求巴克里牧师 及宋中间牧师 出城与日军交涉 于是两位牧师 与19名士生出城 成群日荒乃木将军 获得不离学入城 台南市民 非常感激他们的恩情 巴克里牧师 认为荷兰在台 宣教成效不大的原因之一 是未将圣经译成本地语言 以致无人能看懂圣经 1913年 他从事翻译新约圣经为白话字 因而荣获英国某大学 正与神学博士学位 1927年 年近80的巴克里牧师 又着手翻译旧约圣经 1930年完成 这么伟大的贡献 在台湾教会历史上 永远是光飞灿烂的一页 巴克里牧师的人生礼 又60年奉献给台湾 他于1935年病逝于台南 赞与台南基督教长老教会过目 1883年 英国长老教会派遣教育家及宣教师 余劳里来台筹备一所中学 两年后 在台南二劳口街 台湾第一所西式中学正式成立 叫做长老教中学 由余劳里当任校长 这就是今日台南长荣中学的前身 为了提倡女子教育 1867年 英国宣教师李修牧师夫妇 抵台积极在台南俯成筹划建校 成为台湾女子教育的开拓者 1885年11月 两位女宣教师朱岳安和文安 抵台继续找所筹刺创校 1887年2月14日 台南新楼长老教女学校正式开学 当时唯一入学条件就是放弃禅足 解放小脚 才遭遭屈屈19名学生 为台南第一所女子学校 这就是今日台南长荣女中的前身 在当时民风未开的社会 为女性教育与民智开划 有着极大贡献 在中部台湾 彰化基督教医院的创办人 南大卫医生 最为人所知 南大卫1870年出生于英国苏格兰 大学时代读的是文学系 在获得文学硕士之后 因为立志现身医疗传教士 才又进入爱丁堡大学医学院就读 于1895年取得医学士学位 随即被英国海外传教会 派来台湾从事医疗工作 并传播上帝的爱 蓝医生全心投入 医疗与心灵安事工作 17年后 巧玉来台从事教育工作的 连玛玉女士 两人结为夫妻 蓝医生于1896年 创办彰化基督教医院之后 她的医术直见享誉中部地区 且因夫妇而人全心致力奉献 而有南门马祖公西门蓝医生之美誉 蓝医生夫妇一生有数不尽的异局与感人故事 其中最快智人口的莫过于切夫之爱 此故事发生于1928年 一位13岁的彰化平隆子弟 叠伤膝盖关节 伤口被细菌感染 其父以土方维他治疗 导致伤口恶化 于是开始求神问普 以腐法治病 结果非但没有奏效 反而变本加厉 发炎 中毒 伤口迷乱无法愈合 难逃绝职的命运 蓝医生夫妇得知 此孩童病况 若不及时施行手势 恐有生命之旅 夫妇二人商讨研究结果 蓝医生依然决然采用 切取妻子大腿上的四块皮肤 移植到这位孩童 膝盖伤口上 这项堪称台湾首次 皮肤移植手术 虽因排斥作用而失败 却让蓝医师获得灵感 第二三次手术 改切取孩童自身上的皮肤 历经一年后 伤口终于痊愈 此孩童名叫周金耀 后来他回忆说 我突然从麻醉药中醒来 亲眼瞥见蓝医师 正在割取男妈腿上的皮肉 顿时我宛如触电般的震撼 天下居然有这样慈爱的人 我当时下定决心要努力求学 期望成为一位传导人 来服务人 并宣扬上帝大爱的信息 后来蓝医师还栽培他念书求学 周金耀 周金耀1941年 自台南神学院毕业后 与多处教会当牧师 并称佛选为台湾基督教 长老教会总会议长 周金耀牧师 1985年并失以下位移 蓝医生夫妇 这撼动人心的爱的故事 堪称圣经所言 言与光的实践者 言让食物不会腐败 光则照亮了黑暗 1936年 蓝大卫医生结束在台 40年行医宣道生涯 被英国养老 1957年因车祸去世 其子蓝大卫 出生于彰化 伦敦医学院博士 著名医师 传教士 彰化基督教医院荣誉院长 是台湾脑神经医学权威 蓝大卫医师的台语非常流利 常语台语自称台湾鸣娜 在台湾服务奉献30余年 是台湾人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2008年行政院颁发一等功勋奖章给他 以表彰他长期的奉献 蓝大卫医师 2010年病逝于英国伦敦 享年96岁 此事前写下台湾二字 弥留自己以台语所知 要照顾穷人 成为最后遗言 传讲语的很多款 还有得好友 也很少 所以 所以 做这种的工业 有一个危险在里 有一个危险在里 在这个新的 的 的 的环境 的 面中做是感动 我的心 我很少量 北台湾的传教 则是以加拿大长老教会系统为主 来台传教室中则以马街最为著名 马街 于1871年先到香港 广州 汕头等地 本来预定要在该地区宣教 1872年来台旅游 由打狗乘船北上 抵达淡水 此事台湾已开港通商 淡水商务相当繁荣 河边山色秀丽 让他非常动心 就决定改以淡水作为宣教基地 并且决定终身奉献给台湾 马街出到台湾 每天用五六个小时与牧童在一起学习闽南语 五个月之后 他就用闽南语完成第一次正道 之后还出版了一本西台词典 马街出宣教佛众起初遭遇到相当大的阻碍 例如他在蒙家 要租屋传教 发生房屋被拆之事 在山峡招人丢石头 反对他来传教 马街经常四处传播福音 除了淡水 基隆 新竹 苗栗等拥有二十个以上的教会之外 他还于1883年 前往宜兰 花莲等原住民的居住地传教 马街于1878年 娶来一位名叫阿聪的台湾女子为妻 阿聪后来改名为张聪明 他们的两个女儿都嫁给台湾人成为台湾媳妇 儿子继承一波 投入宣教与教育工作 创办了淡江中学 人称他小马街 小马街有子女五人 也都在淡水长大 目前他们的后代都分别住在加拿大及台湾 马街本身非正统一师 但受过医学训练 他借着传播福音 利用归宁治疗捏集 常常和助手在路边帮人拔牙 中期一生 马街总共为人拔了超过两万颗牙齿 1879年 马街得到一位与他同性的美国富人捐款 马街利用这笔钱盖了栋医院 叫做富伟街医院 是台湾首座西市医院 在这医院 曾在一位病死的水手身上 发现因人吃螃蟹而传染到体内之肺之虫 这也是全世界首次发现 因而闻名一时 在清华战争时 法国军队攻打淡水 不少三兵及民众及时获得医治而保住性命 事后台湾巡护刘明船 特为此颁奖表扬 并捐款给医馆 1912年 为纪念马街宣教40周年 并扩大医疗服务 在台北双联新建医院 就是经马街纪念医院的起源 马街在台湾传教 深感创设新式学校的重要 1880年 他回加拿大述职 报告在台湾的宣教工作 故乡牛津郡居民募款6000多元加币 让他带回台湾新建学校 1882年 建校竣工 取名理学堂大书院 因赶怀故乡的盛情 英文命名为牛津学堂 此后这学堂成为长老教会 培育传教医疗和教育的基地 学堂后来迁到台北 改名为台湾神学院 而原来校舍演变为 淡江中学与真理大学的前身 目前已被长老教会 北部大会作为史机馆 另一方面 马街看到 当时台湾社会重男轻女 女性几乎都是文盲 1883年 马街获得妇女海外宣教会捐献金会 水与牛津学堂东策 创设淡水女学堂 开启女子教育之先 首次招生几乎都是宜兰地区的贫补资妇女 此校曾一度称为纯德女子中学 1956年 与淡江中学合并为 私立淡江高级中学 马街自1872年抵达淡水 自1901年癌症去世 总共近30年时光 将所有心力投资于宣教 医疗和教育 对台湾近代文化发展 有深刻的影响 他一来到台湾就立志终生奉献给宗爱的台湾 1880年 加拿大特班荣誉神学博士学位给他 西方历史学者以宁愿烧尽 不愿腐朽来战赏马街的一生 马街夫妇逝世后都安眠在淡江中学校园内 为了感念这位为台湾奉献牺牲的牧师 至今伊朗嘎马拉族还有姓街的族人存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